之前日本流行一種叫清楚系的女生 這種女生給人的感覺很舒服、很容易接近 代表人物就有石圓里美、新緩結衣 以及宮崎葵等等的女生 大家覺得她們的妝容有什麼共通點呢? 等我今次告訴你們吧 清楚系的女生臉一定要很整齊、很乾淨 但又不可以太厚粉 今次我就用Sugao的CC Cream 不要小看她,她是日本銷量No.1的CC Cream 她的質地很特別,像慕斯一樣 可以很Smooth 一塗就遮到毛孔和大部分的瑕疵 但同時又保持到一個很薄的妝感 難怪我這麼多的日本美容大獎了 塗了半邊面後,大家已經可以看到明顯的分別 雖然她很薄 但塗一塗都已經可以遮到九成的暗瘡印和眼皮的血管 真是連遮瑕膏都省了 她還有防曬倒數 當她防曬又可以,妝前底霜亦可以 可以了 還有,她分了油性和乾性皮膚專用的配方 還有不同的顏色選擇 那就不怕不適色了 塗完之後補一點碎粉就行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眉毛方面,自然塗一點眉粉 實色一點就夠了 最後還可以用眉刷擦鬆一點 那就更加自然了 眼妝都一樣啦 要乾淨、利落 所以用Eye Base會比較好 不過剛才塗CC Cream都夠口 可以遮住血管 這次就不用了 顏影的顏色一深一淺就好了 不要用超過兩隻顏色 眼線就有那麼幼,可以那麼幼 框翻著眼睛就夠了 眼尾也不要拖得那麼長 好像天然的大眼就對了 記得用眼線筆畫內眼線 這樣就不會被人看到尷尬的白邊 睫毛的重點就是要根根分明 不要有蟑螂腳 用籤長款的睫毛液就比較適合了 看下眼睛立即發光啦 清楚是女生 白淚透紅的皮膚是必須的 這樣才有可愛和害羞的感覺 的嘛 為了塗出來的感覺透一點 這次就用了Sugao的唇彩胭脂 涼用mousse 它又好像CC Cream一樣 很滑身和很容易推 用很少很少就夠紅了 建議大家第一次就不要那麼貪心啦 左右面盒各自點兩點仔 可圓形地打圈塗開它 之後在左右面盒中央再點一點 圓形地打圈塗開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 漸變的白淚透紅效果啦 而且這個mousse 還有一個很棒的用法 就是塗了 為什麼我說很棒呢 因為塗完之後 過嘴網絡好像Photoshop 純紋一樣 霧光的效果 真的好漂亮好漂亮的 因為今次的妝容比較淡 我們就要靠打陰影 來令五官更加突出 首先用淺啡色眉粉 幫鼻打鼻影 用一支幼的眼影掃 描一描大躍的位置 然後用一個大一點鬆一點的掃 推翻鬆一點陰影 讓它自然一點 我自己就覺得我自己的鼻頭是有點大的 所以我就用一支好幼的眉筆 在鼻頭的兩側那裡 畫兩條直線 好像這樣 用剛才的小眼影掃 推翻鬆它 這樣就可以天然無刀收鼻頭啦 然後掃淺啡色的眉粉在塞位 不要一次過拿太多 拿完都要掃走一點點 不然失手就麻煩了 額頭上近髮制線的位置 都塗一點點 整塊臉就不會太平坦了 最後大家是要突顯到自己的皮膚 是白和乾淨的 大家就可以穿些淺色系的雪紋衣 或者是襯衣 這樣都會顯白一點的 那我就卷了頭髮 今次就是做回我最喜歡的獅子卷 整個造型網絡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當中有不少的技巧 和竅門在裡面的 小小的變化都會令到你的妝容完全不一樣 不過還沒出門口住家 因為我出門口之前 所有身體露出來的地方 我都會塗一些霜狀的防曬 順便潤膚 大家記得塗上頸膜 不然就會兩折色 晚上回到家 洗完澡都要全身美白 不過沒理由全身塗美白精華 現在有一種更方便的東西 叫做美白噴霧 用之前不用搖的 直接噴在你的皮膚上面 它有高滲透維他命C 超微粒子 可以是肌底抑制黑色素 美白肌灰的同時還可以保濕 還有淡淡的甘吉香味 好清新呀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清楚是女生的打扮要點 今次的分享就差不多 想更加快知道我有什麼新片 就要記得留意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拜拜